台北告訴評渴制度已經是有困難年的時間 晚上又到工會 今天基建議社會 配分評渴已經入職了這個 教育的本質 讓他要專門檢討相關的制度 臺灣自離空空五年 修改大學法 肯定教育 轉移時 台北告訴評渴制度 所以三省不少正規 國教育在六基建議社會 配分這個評渴制度 入職教育本質 表明上 評渴是為了提升教育 專業品質 嚴格為了修憑 頂多只做教育 不可能在那一點的壓力來管 也只做好好壓扎 將控教育的力氣 行政凌駕教學造成了什麼結果呢 校園民主被破壞掉 老師都成為一個順從主義者 順從以積分為標準的教育評鑒 也造成了什麼問題呢 就是人人都碎片化了 我對大學告訴評渴評分 領事 提出憲法訴訟的學者上人 出席記者會 因為司法機關應該強化 對評渴和無所評過 安靜的關注 到解聘金額上市職業的這個許多案子上 都看到了在終審法院的判決 其實已經不無到了 我剛剛所提到的重大錯誤解釋 標定憲法訴訟法的相關規定 那麼我們可以填補目前所看到的 我個案所揭露的憲法訴訟的這些漏洞 各位同學認為 行政法的評渴指標對高蘇的專業行政 將無幫助 讓有專民檢查評渴制度 修改做高蘇專業決定的支持系統 跟高蘇宿平行政兵改定特高 讓高蘇專業和工作環境 在到合理的保障 記者中博物圖